女人只比青苗身上的素衣白布 栩栩如生的梅花便在胸前盛开 峨眉美目风轻万种地轻轻一条 前来找世的捕头瞬间抱拳道歉 同手同脚地离开了女子的闺房 她便是明朝的传奇女子柳如氏 因宝读诗书名冠情怀八雁之首 今日是一年一度的花榜状元酒会 姐妹们都削将了脑袋争其斗艳 唯独身为花魁的影帘兴致确确确 百无聊赖地待在房里梳妆打扮 忽然一书生打扮的男子闯进来 双手作一自爆家名松江陈子龙 她对云间三子陈子龙早有耳闻 瞬间放下防备来了解来龙去脉 得知她是为了躲避歹人的追捕 影帘决定出手帮助她度过难过 于是才有了刚刚美元计的一幕 随后便匆匆赶去前厅唱母丹庭 婉转动听地将男小调飘过湖面 引起了落魄大如前千亿的注意 失意微醺地她隔着栏杆望着她 两人的命运在暗中纠缠在一起 等影帘应付完那群多情的才子 便赶回归房找藏起来的陈子龙 只是她早已离开留下一枚玉佩 才子家人相碰肯定会撞出火花 影帘和子龙很快便一起相爱了 命运奔波的女孩找到心爱之人 恨不得向全世界进行恋爱宣告 于是她拉着她的大手来到户外 想要月亮来为两人的爱情作证 相当的岁月很快过去五个年头 多年苦读的陈子龙考上了状元 她终于可以在政治上大展拳脚 影帘见证也说出了另外的惊喜 在她畅想两人美好未来的时候 陈子龙却露出一脸难堪的神色 影帘 我 我这次去夫人 恐怕不太方便带你去 我怕遭人非议 薄情男人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影帘内心难受也绝不死缠烂把 当晚 有人为她举办送别宴席 影帘反客为主宣告了一件大事 从现在起 我姓柳 明影 自 如是 我见青山多妩媚 料青山见我英如是 如是本就不是故隐自怜的性格 不属于自己的男人便洒脱放下 次日清晨独自一人在西湖泛州 一路观光游览来到了岳武墓祠 恰巧碰见北方逃难而来的男子 此时的明朝风雨飘摇动荡不安 大片国土沦陷 百姓生活水深火热 柳如是听完后深有感触 提笔在壁上写下爱国诗句 随后便以男子生混入当地学堂 讲学之人恰是木斋先生前千亿 他对方才如是的诗作大家赞赏 从此两人的命运彻底牵扯一起 柳如是才华横溢结交了不少名流才子 相识多年的好兄弟见他恢复单身 为他组织了一场别开生命的选服宴 只是如是想要的志同道合的灵魂伴侣 这般伪装才子的世景小人不是他的才 命运总是这般神奇的带来惊喜 第二日柳如是去有人家里拜访 竟然见到了崇拜的大儒钱穆斋 他不经意间透露当日写诗之人 钱穆斋先生果然对他赞许不已 才子家人一见如故再见清新 在一来二往的文学交流探讨后 一对年龄相差36岁的男女 对彼此生出了惺惺相惜的爱情 这日木斋带着他来到一处书屋 他抬头看着扁上醒目的我闻事 明白其曲字如是我闻这句话 又进屋看清内部的精心百事布局 柳如是瞬间被他的浪漫打动沦陷 何中军对于我来说 与江山色迹同等重要 此话一出更是把他感动得不得了 狼情惬意的两人依偎在漫漫血液 许下了守望相伴一生一世的誓言 贴身是女调皮掀开新娘的红带头 却发现小姐板着脸没有丝毫笑容 我不甘心在夜里就这么偷偷摸摸的嫁了 这话可把屋里的其他人给惊着了 按规矩清楼女子出嫁就该是如此 幸好丈夫前千亿不是那种老酸乳 想也不想就答应在白天举办仪式 次日如是在众目睽睽下掀开盖头 他要睁着眼看自己的婚礼的风光 木斋也宠溺地抛掉所有繁文入节 并且还要以正妻之理迎娶她回家 落魄大儒和清楼采拟的奇葩组合 瞬间传遍了江南所有的大街小巷 百姓们都聚集在一起群起而攻之 烂菜叶子臭鸡蛋不要前世地扔出 船上的两人却依然自得言笑艳艳 丝毫不在意无关之人的态度如何 两人的婚后生活更是腻外甜蜜蜜 木斋一件如是在收拾地上的衣物 轻腻地搂过她的身子在耳旁低语 可甜蜜的夫妻生活没有持续多久 连年的战乱开始波及烟与江南 特别是洛阳失守的消息传来后 前千亿便开始担忧地睡不着觉 如今的朝廷内没有可用的武将 而他饱读诗书却没有用武之地 柳如是听了丈夫的低男抱怨后 说自己非常倾慕抗金名将夫妻 想做梁红玉那般的女子去杀敌 前千亿说他们恐怕也有这一天 果然在他们端午竹林野餐那天 李自成率领的大军攻破了京城 不久后满洲的八旗军入关建塔 大家牵挂的大明王朝轰然倒塌 偏安异于的新帝开始重用木斋 只是南下的官员都是酒囊饭带 只顾着在江南风花雪月享清福 敌军就攻到家门口 扬州失守 着急的前千亿思虑过重病倒了 也不忘写血书恳求派他去支援 只是击中南返无人有回天之力 前千亿在说客的牵线搭桥之下 为了避免屠城保住百姓的生命 他做出了县城投降的艰难决定 柳如是知道后虽然失望但理解 决定同丈夫一起自以保全气节 在临死前想请木斋再做一件事 女人依山半解露出光洁的被捕 邀请丈夫已被为止作画计划神 男人只比沾了些白色颜料打底 开始认真地绘制九里香的基底 如是在整个作画等待的过程中 悠悠回忆着两人相知相爱的点滴 丈夫文言却忽然呆滞了一会儿 他并没有想要为国训死的意思 但还是稳住思绪为妻子做完话 一朵栩栩如生的九里香悦然背上后 钱千亿才跟柳如是说出自己的打算 此话一出 柳如是的情绪变得激动起来 他没想到丈夫竟是贪生怕死之徒 便起身潮湖中一跃跳入水中 事后还是被钱千亿救了起来 等他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后 得知丈夫竟还要为清效力 于是他敢去阻止丈夫的叛国行为 冲进书房却发现他已经剃完头发 露出了光洁正亮的大脑门 柳如是便知此事再无挽回的余地 木齋北上为清朝廷效命的途中 遇见难民散尽了盘缠救济他们 如是牵了白马跟在他的身后 忍不住关心他没钱在路上怎么办 木齋听着妻子的关心情绪彻底爆发 宣泄出自己做出这等决定的苦衷 我们读书人还在担负起传承周里的责任呢 大明可亡 天下不能亡啊 任由他有多少的理由或者是借口 柳如是都无法接受他去清朝做官 自此不同追求的两人分道扬镳 柳如是留在江南坚持为抗清出力 这日木齋的学生大木游说他离开 如此便有机会实现梁洪玉的报复 言辞中表现出对师母一样的情感 如是感知道便直接果断地拒绝了 不巧两人私会被木齋的儿子撞见 他叫嚣着要拉抗清判贼去报官府 最后是如是以死相逼平息了争端 这件事还没有过去多久 陈子龙战死在抗清的战场 柳如是知道后卫他设了灵堂拜计 却遭到丈夫儿子的冷嘲热讽 神情激动地要砸了他的灵牌 直到下人拿来木齋留下的手遇 万事万物以柳如是的意见为准后 他才不甘心地妥协让步 前朝就陈子是会遭遇排挤 前千亿的北上做官就是南科一茂 他终究还是失意落魄返回了家园 柳如是也原谅沧桑白发的老人 与他和和美美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 这日有一头戴斗笠的男人上门救助 他就是传闻战死沙场的陈子龙 这次过来是想筹措资金反清政府 前千亿听后卖掉了珍藏的古籍支持 官府很快就得知他资助叛贼的消息 以私通乱党的罪名逮捕了他 如是挺着大肚子四处找人打点 吃了无数次的闭门羹之后 才救出牢狱中受苦的丈夫 重新返回家园的木齋老了许多 好在妻子顺利诞下两人的孩子 能够陪伴左右竞享天伦之乐 这日和妻女在书房玩乐的时候 不小心打翻竹火把点击烧了金光 只好带着妻女隐居山林之中 昔日的情怀八雁之首的柳如氏 也化身农妇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 后来的后来 她陪着丈夫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前程往事已无法辨别是非对错 唯独留下了柳如氏的传奇故事 她是才情艳绝八方的青楼女子 也是敢爱敢恨的侠义之事